温泉屋的《小老板娘》是宫崎骏弟子高板西太郎的新作动画电影 改编在儿童文学,编剧是《极天灵子》 入围法国安娜西国际动画电影节长篇竞赛单元 入围第92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竞选作品 并获得第47届动画爱你奖最佳独立动画长篇提名 小老板娘的名字叫做小芝 她的祖母是一家传统温泉屋的老板娘,年事已高 所以父母会在休息和工作轻松的时候来这里帮祖母的忙 开头便是他们观看温泉小芝的庆祝活动 然后一家开车前往祖母的温泉屋 路中突然遭遇意外,父母双亡 小芝被一只鬼给救了 然后他便被祖母收养,住在了春芝屋 此外还有一只爱后彼食的鬼 这只鬼叫小麦,是祖母小时候的玩伴 因为一场意外去世,却因为一直记挂着搬家了的祖母 而以鬼魂的形式存在,陪伴在祖母身边 也是在这只鬼的求助和助推下 小芝决定帮祖母,并成为春芝屋的小老板娘 而不断的努力着 起初他穿不来河服,总是会被裙摆半岛 不能穿着木鸡走路,容易平地摔 也不懂得如何蹲坐 关于春芝屋的一切老式的经营服务项目 他都不熟悉,甚至是不会 这家春芝屋就像祖母的年龄一样 充满了岁月的厚重感 食物只提供野菜和新鲜的合鱼 厨师和另外一个服务员也是上了年龄的叔叔阿姨 外加一个年幼的她 小芝不断接受学习祖母所传递的经营理念 主动出击开导客人 进一步感受小老板娘带给她的快乐 随后破茧成蝶 宽容别人 也脱离自己的家所束缚 小芝长大了 她站在爸爸渴望的表演舞台 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小老板娘 当小芝一步步成长之后 小麦和美羊也离开了她 升上了天堂 还是相逢 虽然故事在叙述的过程中 免不了有些夸大和虚拟 但是日式独有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 依旧温暖了观众 看到了温情和成长 整体的感觉很棒 情感处理也很细腻 非常适合在冬日看 治愈人心